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财经会演时政新闻节目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四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给中共打烊 俄罗斯在七国资产将被援助乌克兰 习近平称 中俄世代友好引发质疑 金价再创历史新高 专家分析观望还是买卖 中共海警团一周两次闯入印尼领海遭到驱逐 毛琪与女下属玩特殊游戏 中共官员怪僻惹关注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白宫使用13号宣布 七国集团盟国将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 由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作为担保 根据美国官方的说法 资金的分配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 美国将提供总额中的200亿美元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西方七国领导人在今年6月份的年度峰会上 已经就此事达成了共识 七国集团在今年的6月份宣布 大部分贷款将由被冻结的260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的利润作为担保 这些资金的大部分存放在欧盟国家 在10月23号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仪式上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勤科 签署了一项文件 确认美国的贷款将由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润来支付 而不是由美国纳税人的钱来承担 叶伦表示 俄罗斯正在为这项支持买单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美国及其盟友立即冻结了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 欧洲官员最初比较抵制冻结俄罗斯资产来帮助乌克兰的想法 他们担心法律和金融稳定问题 但是经过一年多的谈判 这一行动逐渐的取得了进展 尤其是今年的4月份 拜登签署法案 允许政府没收美国境内约50亿美元的俄罗斯国家资产 白宫国际经济事务副国家安全顾问辛格说 需要明确的是 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是第一次多边联盟冻结侵略国家的资产 并且利用这些资产的价值为受害方的防御提供资金 辛格表示 拜登政府计划将美国提供的200亿美元 分为援助乌克兰经济和军事两个部分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将需要国会的行动 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目前承诺的武器和装备可能需要几个星期 甚至是几个月能够交付到乌克兰 剩下的300亿美元将来自欧盟 英国 加拿大和日本等国 值得注意的是 冻结侵略国的资产这个概念 其实在美国已经通过相关的法案 今年的9月9日晚间 美国众议员通过了台湾冲突恶阻法 这一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在中共武力犯台时 公布并且冻结中共高层及其家属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 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向被制裁者提供金融服务 尤为引人关注 有分析指出 想恶阻中共武力攻台 公布和冻结中共高官的赞美资产更为有效 旅居澳洲的学者李元华表示 这个法案一旦实施 对习近平攻打台湾一定能起到恶阻作用 中共其实不太在意从国家方面去制裁 虽然那个东西它没有脸面影响到它的经济 但是如果制裁到个人身上 因为它不是一个人 是整个中共这个贪腐集团 他们拿着的钱就会变成死钱了 他们贪腐的钱有可能用不了了 这个是他们在意的 李元华指出 这里边还涉及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金融机构一旦停止金融服务 就像是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一样 她领工资购物只能用现金 连银行卡都使用不了 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 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不能给你提供服务 很有可能别的民主国家也会跟进 有观点认为 这次西方七国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用以援助乌克兰的行为 也等于给中共打了个样 如果中共鼓励犯台 也会面临同样的制裁 在日前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峰会上 习近平会晤普京时指出 尽管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但是我坚信中俄世代友好的 身后友谊不会变 习近平的这一说法引发了外媒的质疑 法广10月24号发表 安德烈署名的文章说 中俄世代友好 这个说法在网络引起了一些争议 不少人指出 俄罗斯在沙皇时期对中国并不友好 中俄北京条约拟不除条约 爱辉条约等 都是中共也公开承认的被割让领土的不平等条约 江泽民1999年和俄罗斯方面签订 边界议定书更是卖国条约 有人批评习近平 世代友好的说法是对沙皇俄国掠夺中国领土 屠戮中国人民的近代历史选择性的失明 文章称 如果把10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 算作某种友谊的话 中共和苏共在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在苏共20大公布秘密档案 揭露史大林血腥镇压的罪恶之后 中苏翻脸 友谊至少中断了10年之久 一直到1989年89学运高潮时期 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 算是苏共与中共又恢复了联系 但是不久之后 尔巴乔夫成了苏联的终结者 这一点不仅普京很遗憾 习近平也有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愤怒 感叹无人挺身而出 挽救苏联 文章分析称 可能是两个人对前苏联崩溃的共同惋惜 对长期执政的迷恋 这些共同点让他们智取相同 国际金价持续两周的涨势仍然没有停止 10月23日 现货和期货金价都创历史新高 分析师普遍认为 未来金价上涨动力强劲 更有分析师认为 未来金价上探3000美金每盎司 但究竟是买入还是卖出 却有不同的看法 据大纪元的报道 23日 伦敦现货黄金报2756.03美元每盎司 上涨0.26% Comics期货黄金报2770.5美元每盎司 涨幅为0.39% 自10月10日 本轮黄金上涨以来 现货黄金合计上涨了144.30美元每盎司 涨幅超过了5% 同时Comics期货黄金合计上涨139美元每盎司 合计涨幅达到了5.30% 国际黄金也带动了中国金价连续飙涨 买金的人少了 但是卖金的人却多了 山东晋宁一家金店老板秦先生说 有一单卖金人变现了234万元 他告诉记者 目前这个月回收的黄金已经有十几公斤了 最大的单是4公斤黄金 回收价为587元每克 以此来计算 卖金人大约可以变现234万元 而现在金价已经涨到了610多元每克 秦先生还表示 金价越高 来变现的就越多 但是销售量会减少 黄金回收行业专业人士也持相同的看法 深圳水贝市场的一家黄金回收店店家介绍 金价大概每年上涨100元 近日突破了600元 并非是意料之外 金价越高越适合变现 但是如果非钢需 不建议普通人在高位购入黄金 中国自古有乱世买黄金的股讯 在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的国际大背景之下 黄金被视为应对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对冲工具 但是经济学者盘和林认为 投资者应该把握短期投资机会 高价变现而非长期持有 他表示 经验显示 黄金市场呈现两大趋势 一个是价格自我强化 吸引全球购买 适合短期投机 二是美元汇率关联有限 贬值至区间后 黄金支撑减弱 因此他建议投资者应把握短期投资机会 高价时变现而非长期持有 不论是实物黄金还是黄金期货等产品 投资者都需要仔细地甄别 并且考虑到自身的风险 承担能力和专业水准 部分产品不适合没有相关金融投资经验的普通民众购买 印度尼西亚海事安全局10月24日表示 中共海警船即21日进入北纳图纳海域 印尼专属经济区而遭到驱逐之后 24日早上再次进入印尼管辖范围 地点同样位于北纳图纳海域 印尼海事局随即驱逐改中国海警船 据中央社报道 印尼海事安全局发布新闻稿指出 24日早上在收到中共海警船所在的位置通报之后 印尼海事局主任苏桑多随即派出巡逻舰进行拦截行动 印度尼西亚海事局表示 印尼巡逻舰7点30分与中共海警船联系 但是并没有得到响应 反而是中共海警船持续地靠近 且干扰正在进行地震探测研究的印尼船只 印尼巡逻舰随后驱逐中共海警船离开印尼海域 中共海警船21号也曾进入北纳图纳海域 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域 并且持续地干扰印尼国营石油公司员工 所进行的地震探测行动 印尼并非是南海主权争议声索国 但是中共宣称的九段线范围 涵盖了印尼纳图纳群岛的专属经济海域 相互重叠 江西省万年县委书记毛琪 因性侵女下属遭到公开举报之后而落马 日前毛琪与十几个女下属 玩人体输送带的游戏的视频 在网路上被疯传 引发了众多网友围观 有媒体曾盘点了一众中共落马官员的怪癖 令网友看了傻眼 10月23日 中共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委书记毛琪 与一群女下属玩特殊游戏的短视频 在网路社交平台上曝光 引起了舆论关注 视频当中 大约十多名女子在地上躺成一排 充当人体输送带 毛琪则伸展四肢 仰面躺在这些女下属的身上 随着这些女子不断地向同一个方向翻滚 毛琪的身体如同行李箱在传送带上一样 在众多女子的身上从一端自动地被送到了另外一端 这个特殊的场景令众多的网友大跌眼镜 有网友感叹 一个个单观的都是色胆包天 有网友评论 诠释之下 女子的自尊何其的脆弱 还有网友质疑 毛书记玩这种游戏 难道是想暗示女下属们自觉地为她的仕途前进奉献牺牲吗 今年的7月中万年县退休教师李长柳 为自己的女儿公开实名举报毛琪性侵女下属 将这位县委书记推到了社会舆论的聚光灯之下 如今这位县委书记与一群女下属玩暧昧游戏的画面传出 令一众的中国网友大开眼界 中共贪官们的批号也成为了公众热议的话题 X平台网友范世贵8964荷兰难民认为 正是因为中共高官的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的制约 才会出现毛旗这种人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